大概從我們921之後開始成立的 就是幫社會一些弱勢的族群來幫他們整修房子 或是你如果能夠提供一個地的話 我們可以幫你建一個新房子 就是組合屋 至少可以讓你遮風避雨 免於至少有一個溫暖的家 有一個比較舒適幽默的環境 尤其像有些弱勢族群 他們說真的 基本上來講要他們重建家園 真的是有困難 因為說真的 尤其在偏遠鄉區 他們可能收入方面就沒有比較 普遍比較低 又遇上一些好像殘肺或疾病 導致他們的收入幾乎都是很微薄 甚至幾乎都沒有 需要社會大眾來做幫助 所以就我們一票朋友就組了這個保老義工團 來幫這些弱勢族群來幫他們蓋一個溫暖的家 讓他們充實他們的信心 有時候我覺得說雖然說有病啊或是家庭比較弱勢 可是我覺得他們應該基本的尊嚴應該要有 或是又讓他們的小孩有一個比較舒適的家 讓小朋友一個比較完整的成長環境 我覺得這是我們一直在努力的目標 那我可不可以請問一下從921到現在 那是不是你們的這個 有些時候就不必要去了 因為沒有這麼多的921嘛 其實社會上弱勢的群組還是相當的多 我們不一定會在921 只是說元起在921的時候 原來是參加一個全國義工總會 結果義工總會一直在等待 看有沒有人來找我們去做義工 那後來就是我們在網路上看到一個 好像叫薛俊銘建築師 叫做要建少祖缺義工 所以後來我們整個一票朋友就這樣子 去了幾趟之後後來大家覺得說 以及這樣子在那邊等 何不我們自己組了一個義工團 所以後來就有一票朋友這樣組了一個叫做 台灣寶島行善義工團 就陸陸續續這樣走下來也大概13年14年了 那你怎麼知道哪些地方需要你們的服務呢 社會事實上我們來講 這過程裡面我們會讓很多地方區域的一些負責人 像村長里長或是一些社區營造的一些理事 我會跟他們說只要你有個案 你跟我們講我們去幫你做踏勘 那踏勘如果條件符合我們的那個的話 我們就來幫他做重建家園的工作 所以陸陸續續會有相當多相當多的個案一直在產生 那請問13年來你們做了多少個個案 應該300多戶有吧 300多戶是等於是幾個個案 算戶 一戶一戶算了 一戶一戶大概三四百個個案應該有 三四百個個案 因為我們都是利用禮拜天或禮拜天 幾乎所有的人都是 所有人的義工都是上班族 都有自己的工作或是退休人員 尤其我們的首任理事長是醫生 他目前還在職業 可是他只要遇到禮拜六禮拜天他就休業 來幫這些弱勢族群蓋房子 還有甚至有很多企業的老闆也都來 或是有很多 我是覺得說在社會族群裡面 有相當只要是有意願來講 後來我們就有透過一些媒體來幫我們做宣傳 因為他覺得說真的宣傳是因為 讓一些想做義工的人可以來參與我們的活動 讓一些想捐款的人可以看到我們 我們事實上有在為社會上盡一份心力 那請他們如果有預算想要捐 做這樣的善事的話可以捐給我們 然後另外一方面就是說宣傳的意思就是 需要讓人家有一些個案他們看到我們 他們可以來找我們 需要我們幫忙的話可以來找我們 或是說有一些像一些社工一些朋友 他們看到我們的個案的話 他會覺得某某的團體好像可以來幫助某個朋友的 幫他重建家園 那我是覺得說我們一直都這樣子在持續在做 我聽起來一年三百 不是十三年來三百多個案 所以一年大概有二十五個個案左右 二十五到三十幾個 因為一般來講一個月 一年才五十二個禮拜 五十二個禮拜 你說你每個禮拜都在忙 差不多 因為你剛剛算一算是不是這樣 我剛剛幫你算過了 好像沒有空 那你這樣會不會 當然這個過程需要可能要犧牲一些自己的一些假期 可是我覺得出來做義工來講 至少會讓自己的心靈很快樂 那你們的志工有多少是不是可以輪替的呢 那不然的話每個禮拜都出來 有三四百人 有三四百人 當然也有進進出出來來去去 因為各忙各的市容工商 你很難說你每個禮拜都要出門 所以固定的有多少會出來 固定其實我們都是才自由報名 沒有所謂的固定 但是基本上來講 每個個案 刑組之後都會有一個叫PM 就是說針對這個個案的負責人來做 會做整體規劃 然後我們會在我們的 透過E-mail 透過簡訊 來通知所有的義工 我們今天在哪裡有活動 那請問一下 這需不需要有培訓 如果叫我去做我大概不會做 其實我們都是反正來邊做邊學 我們有固定有一些技術人員 來的話就是 比如說分成鐵工組 木工組 水電組 或是整理環境的 或是廚房組 其實每個人都來得慢慢學慢慢學 相當不錯 所以沒有基礎的人去怎麼辦 沒有關係 有沒有沒基礎的人 沒有關係 你可以幫忙遞茶水 幫忙拿工具 幫忙搬東西 因為有時候去一個新的地來講 你可以整地幫忙挖水溝 挖挖水泥柱 幫忙挖一些基本上的工作 其實都可以 反正也沒有限制說 你一定要做多少 你能做多少算多少 其實我就覺得把它當作 出來做義工順便出來旅遊 其實我覺得像我們這兩天 我發覺我玩得很高興 因為我發覺我們出來做義工 而且可以看到很多的風景 都是我們說真的 這輩子從來沒去過的 像今天的親愛村 長這麼大 從來沒去過 那邊的風景相當的漂亮 其實沿途 沿途的風景都相當的漂亮 我覺得把他當作一種度假的心情 來從事這個工作 你就會覺得很愉快 很有成就感 真的 而且像我這樣回來 我把一些 把我們的行程 整個都透過我們的FB 透過LINE 跟朋友做分享 我發覺都過得相當不錯的迴響 當然至少我覺得說 讓他們知道 我們事實上一直在為這個社會再付出 不管怎麼樣 希望能夠讓這個社會 能夠越來越健康 越來越祥和 減少一些貧病 減少一些 我是覺得可以提升社會的整體的值 這是我一直在努力的 請問一下你的FB是公開的還是 公開的 你只要打上我的名字就可以找得到 打你的名字就會上到你的FB 那也是等於這個寶島義工團的FB嗎 沒有沒有沒有 他有另外的FB 先打你的名字 林迅然先生 就可以找到你的FB 對 那FB也是公開的 對對對 然後那上面就有寶島義工團的FB 對對對 你可以透過說 用寶島義工團 用去Google去搜尋都可以 一樣都可以 好的好的 謝謝你接受我的訪問 謝謝 拜拜